大家好,平时我们挖矿,决定挖某一个币种,首先要提前知道它大概的收益情况 对于热门币种或常见的币种,许多地方都提供了计算收益的功能 比如这个ZEPH,它这个矿池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收益的计算器 在这里面输入自己的算力,就可以计算出每天挖多少个币 如果这个币上交易所了有价格,就可以称以价格,知道每天的收益情况 还有一些网站,比如这个MinerState 这个网站可以提供许多大部分币种,大部分常见币种的一个收益计算的功能 比如这个RTM 点进去之后,在这里面输入自己的算力之后,输入自己的功耗,还有那个电费 就可以大概计算出一个收益情况 还有这个网站,它提供大部分挖矿币种的矿池的这么一个网站 它也对许多币提供了这个收益计算的功能 在这里 可以输入自己的算力,然后可以显示一个大概的收益情况 但是有些冷门币或者是刚出的新币 这些网站是不提供计算收益功能的 或者是这些网站根本就没有列出这些币 比如这个币 这一个熊猫币,它的币的名称叫pdn 像这个币 在这个里面就找不到 这个minestate网站pdn 根本就搜不到这个币 还有这个 这个币虽然能在这个网站里找到 但是它下面并没有提供计算这个币的收益的一个功能 而且这个币的矿池 它里面也没有提供计算的收益的功能 对于像这种冷门币或者是各网站不提供计算收益功能的币种 我们要知道如何自己去估算它的收益 估算它的收益很简单 就需要这个币提供的几个数值就可以了 我们先拿这个zps这个币举例 这些数值包括 这个币的全网算力 第二个是它的区块奖励 这里写的是上次收益 等同于区块奖励 还有这个币的出块时间 这个在矿池里面有 我们来到它这个 比特币论坛它这个官方的页面 它这里有它的出块时间 是120秒 意思就是每隔120秒出一个块 有了上面这三个数值 再加上自己的挖矿算力 就可以算出每天可以挖这种币挖多少个 如果这个币在上交易所 有了价格就可以算出每天的收益情况 现在我们用这个exile表格来演示一下 上面这个名称我已经打好了 货币名称我们输入zeph 出块时间 刚才在这里120秒 输到这里面 区块奖励 在这里 16.54 全网算力 在这里 440.71兆h 这后面的单位要跟自己的算力单位来统一 现在是mh 咱们改成是kh 就是千哈提 就相当于是440710 输到这里面 我的算力 咱们就写上20k 这个币的价格 它也是有的 来到这个交易所 可以看一下它这大概的价格 它有一个卖价 一个买价 最好输买价 因为这个买价是你直接可以充值之后 可以直接卖的价格 1.24美金 然后后面的单元格 就需要里面敲入这个计算的公式 咱敲一个等于号 等于 86400 除以 除以谁呢 除以 b2 这个b2 出块时间 这个86400 是什么意思 86400 就是一天有多少秒 24小时 乘以60 再乘以60 等于 86400秒 这一天的秒数 除以b2 b2是它的出块时间 出块时间是120秒 等于 86400 除以b2之后 就是一天 可以出多少个块 然后 一天的块数 再乘以 cr cr就是它的区块奖励 一个区块 奖励16.54个b 然后 再乘以 er 除以 dr 为什么要乘以 e2除以dr e2就是我的算力 第二就是全网算力 相当于就是乘以 我的算力占全网算力的这个比值 前面这一部分 就相当于全网在一天之内出了多少个块 后面就是我占它这个出块的所有的这个份额 这个比例 就是相当于我的算力比上全网的算力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每天可以挖多少个币 这个单元格 每天的收益 其实就是把这个数再乘以 这个价格 1.24 等于 g2 乘以 f2 这样就可以算出这个币挖矿的一个大概的收入情况 现在我们来和这个币的矿池那个计算功能来对照验证一下 这个市场计算器打开 他现在这个全网算力现在变了 所以 可能数值会不一样 我们先先改一下他现在的数值 506260 我们再看一下 0.47 0.47 证明现在这个计算公式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他的收益 0.58美金 验证这个公式没有问题之后可以把这个 这后面这个包含计算公式这两个单元格向下 复制一下 往下拉 这样复制之后 他底下的计算公式这个单元格的这个数字 直接会变成底下这一行的 后面这个区块奖励 在这里面也写着了 每个区块50个PDN直到区区块高度 6666666 他现在这个区块高度应该还没有到这个数值 现在是522255 所以他现在这个每个区块是50个PDN 我们把这个区块 我们把这个区块奖励输到这里面 然后他这个全网算力 全网算力最好来到他这个矿池 这里会显示比较准 有时这个矿池这个列表这个网站显示的不是很准 现在全网算力是1.07967兆哈希美元 我们也把它换算成千哈希 就是小数点往后一三位 一二三 那就是1079.67 1079.67 然后我的算力 这里之前我测试我这个PDN我挖矿算力是 一块CPU的算力是 2.2 千哈希 这个币的价格也是有的 在这里 他的价格是 0.006 大概是0.006吧 0.00 6 美金 然后 现在他的收益情况都计算出来了 每天可以挖 就是以我的算力 每天可以挖 97个币 这是一块CPU的算力 然后他的收益 也是差不多 0.58美金 和上面的差不太多 这就是如何估算一个币的大概收入的一个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